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吗 要不然 你刚刚坐好的这个位置 再给我危险 之前没签约 是因为公司内部 还有不同意见 在经过我沟通之后 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请问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满意 相当满意 失识误者为俊盛 合作愉快 现在没有人在 用不着演戏 约已经签完了 你可以走了 一轩 即便是演戏 也要把戏做足 哪怕是没有人的时候 好吗 我最后提醒你一句 我们之间的谈话 不能让家伟知道 家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孩子 如果你整天摆着这张臭脸 他肯定会起义心的 到时候 吃亏的可是你啊 你放心 我说过的事情一定会做到 倒是你 你说好要保守这个秘密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家伟也是 那只要你乖乖听话 你贾公主的位置 一定会坐牢坐稳 没有人跟你抢 对了 晚上到我家来吃饭吧 想想下面怎么做 一轩啊 一轩啊 刚才来晚餐 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 要是不好吃 一定要告诉白阿姨 千万别跟我客气 看你这话说的 他就会喊你医生妈了 是不是 一轩不会给你见外的 对不对 爸 你喝多了吧 老爸我呢 是没有喝多 你知道吗 我是真心地希望 你和一轩俩早点结婚 你的年纪不小了 应该定下来了 是不是 爸 现在书鱼下落不明 一轩的心情也很乱 我觉得这些事情 还是以后再谈吧 我跟你说啊 我和你妈呢 年纪多大了 想早点帮孙子 一轩啊 家伟对你是真是很用心的 是吧 你说家伟对你这么好 他必须要给你个名分 才对好 要不然别人会说闲话的 是是是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家伟 我们结婚吧 一轩 爸 少说几句了 我觉得 还是等找到书役之后 再讨论这件事吧 我觉得 最近发生太多 让人难过的事情 只有结婚是好事 我想结婚 而且越快越好 只不过我妈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我们可不可以先登记 晚一点再公开庆祝啊 那是当然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当然的 那结婚大事呢 一定要等苏董回来以后 我们才办 是 是 就像你俩说的 先登记 好不好 以后我们白家照顾苏家 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事了 你说呢 这下我就放心了 怎么样 工作还能应付吗 你不要一个人应撑着 如果需要我帮忙就告诉我 公司很好 大家都很帮忙 那你就别整天摆这张臭脸了 这样很丑哎 我应该 是全世界最丑的新娘吧 我和家伟要结婚了 你不恭喜我吗 我当然要恭喜你了 公主 家伟是个很不错的男人 你嫁给他一定会很幸福的 康姐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 我被同学欺负的时候 你帮我打跑他们 所以我就把我牢做客上 做的小木头人送给你 你 你这个干什么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说我长大之后 要嫁给像你一样勇敢 会保护我的人 我保护我的人 小时候 真的好单纯 喜欢什么都可以直接说出来 现在长大了 却变得那么胆小 明明明很喜欢 却不能说 但不喜欢的 也不敢拒绝 都结婚前夕了 你却突然跑过来 跟我说这些事情 所以你应该不是后悔了吧 我后悔的是长大 人长大之后 就不再单纯 还在逼着自己 学会说谎来保护自己 我讨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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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曾经 为了保护自己而说谎 有时候说谎 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那些不得已才说的谎言 应该是为了保护自己爱的人吧 那如果 你心爱的人 说谎骗了你 你会怪他吗 怎么会呢 他欺骗我 那他心里也一定不会好受 而这都是因为 我的不够勇敢 没有能力去保护他 那我有什么资格 再去责怪他呢 如果我们能 回到小时候就好了 我被欺负 你就会跳出来保护我 我再也不用一个人 面对那些坏人 面对那些坏人 应该是家伟吧 你来之前他有打给我 说要亲自告诉我一个消息 应该是你们结婚的是吧 你不要去好不好 今天晚上 就我们两个不要有其他人 好吗 我别走 我看你帮你 在你身边 你帮你 我看你 少爷 有人来找你 自己和他说吧 我知道你面试很不顺利 但是错不在乱 你完全有资格重回设计师的行列 我有没有资格 我用你来评论 还有 我现在过得很好 你不用担心我的生活 我知道我们之前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现在只想和你做朋友 而不是敌人 朋友之前不是可以互相帮助的吗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 我希望 以后我们的生活 没有任何交集 你就这么恨我 有爱才有恨 我有什么资格恨你啊 算了 好 再见 再见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买衣服的人果然是跨天气 这个家伙阴魂不散 本来我挺高兴的 以为有人买那么多的衣服 现在撑毁了 那 那可怎么办呢 还好我们的网店最近又多了很多的订单 而且 应该不是他的人 所以 你 把网罗卖场 关了吧 关了 小妍 慕小妍 这个品牌 是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这么一点口碑的 你现在说关了算什么呀 我们可以重新开店 重新起名字啊 都是这个话天气 我不想听到她的名字 不要再提了 断开 算了 小妍心里 比谁都难过 我没事 我现在 要住宵喽 我来了 我自己来 好 虽然 你 你为什么要哭呢 做噩梦了吗 还是想输一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说我长大之后 要嫁给像你一样勇敢 会保护我的人 如果我们能回到小时候就好 我被欺负 你就会跳出来保护我 我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那些坏人 好了乖乖的别哭了 你不哭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昨晚怎么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呢 真是个小傻瓜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吗 不管我们是怎么相遇的 我都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想守护你的人 你可能根本不会知道我要多想保护你 甚至照顾你一辈子 小时候我说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新娘 那不是小孩子的玩笑 是我一直希望能够实现的梦 世界上不会再有哪个女孩 能够像你一样 牵动我的喜怒哀乐 这么多年来我心里没有过别人 我唯一爱的女孩 就只有你一个 自始至终只有你 你怎么还在哭啊公主 我都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了 再哭你就是赖皮鬼 ал Bis见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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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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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喂 白伯伯 你找我是吗 有什么事啊 大笨蛋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因为我以前迷恋换恋情 现在又要嫁给家伟吗 可是刚才对不起 一切都来不及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真的方一轩 我骗了 是这样家伟和一轩呢 这小两口啊清头一合了 急得办手续呢 才麻烦你啊来当个证人 这么匆忙不好意思啊 没事的 白伯伯 他们两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一定会来的 好 待会儿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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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贺 我爸妈已经去民政局了 待会儿我要去民政局 跟一轩办理 登记手续 我跟你说这些 并不是想打扰你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我爱的人永远都是你 所以我 我爱的人永远都是你 所以我 你怎么来了 我们该出发了呀 你这给谁留言啊 一轩 一轩 我昨天跟他吵架了 他没有接我电话 所以我给他留言 应该是家伟吧 你来之前他有打给我 说要亲自告诉我一个消息 应该是你们结婚的 你不要去好不好 今天晚上 就我们两个不要有其他人 好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劝你也不用太紧张了 一轩他的脾气是有点大 但只要你诚心道歉 再逗他开心的话 他肯定会马上消气的 他这个家伙就是这么单纯心软 好了该出发了走吧 走 走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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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汗的多半配 这接管手续总算是办下来了 是的 我这个心哪 你算是放心了 家伟啊 李萱 我这个当父亲啊 除了开心还是开心 二小姐和家伟少爷结婚了 李萱 李萱 你可得改口了 现在家伟啊再也不是我们白家的家伟少爷 她是舒家的女婿 你得叫她啊 想想 叫二姑爷吗 对对对 二姑爷 可是二小姐她没有整理行装 也没有准备搬出去啊 是二姑爷要搬进来是吧 这婚啊结得仓促 所以现在先各住各的 以后怎么住以后再说 我跟你说 现在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把白家可以名正言顺地照顾一轩了 对不对 对对 一轩 从此以后呢 你就不再孤独了 由我们照顾你的 丽雅 去帮我们准备一些茶吧 一轩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些事的面谈 你跟一轩之间 吵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吗 哦 对 她已经好了 就像你说的 一轩啊她心软 我私底下跟她道歉之后 她就不生我气了 是吗 是吗 真的 你呀 家伟 瞧瞧你 才结婚就是一轩不高兴 光是嘴上道歉怎么行啊 走 走 妈带你去买点一轩爱吃点心去 好 你先坐会儿啊 我们马上回来 艾利啊 他们怎么都走了 看少爷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丽雅 你是今天才刚刚知道 艺萱要跟家伟结婚的事情对吧 是啊 二小姐一个字也没说 所以你也是才发现的 嗯 二小姐以前啊开心不开心 她全都放在脸上 可是最近我发现啊 她心事重重的 是因为书姨失踪了吗 不知道 不过这事啊 你看二小姐那个样子 好像真的有什么事 压在她的头上 我真的不知道 哎 不过 我觉得 二小姐喜欢家伟少爷 还没喜欢到 要嫁给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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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太好了 剩下就是找个律师 把古川一交的手续办好的事 对吧 你还这么把实境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卖给白氏企业 白氏拿了这么庞大的股权 等于直接可以掌控实境了 你想不想的 我知道 所以我这个代理执行长 也不用再代理了 白总会直接接下实境执行长的位置 你要嫁给白家 我们管不着 但公归公私归私 白家早就声名狼藉 你要拖垮实境吗 之前实境那么困难 白氏可一点力都没出 他们凭什么捡现成的 义轩 实境的股价危机 是你亲手解决的 你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突然要辞去这个股份 跟执行长的位子 我妈以前常说 白总经济手腕高 又能干 我相信把实境交给白总 是最好的选择 再说了 我是一个小女孩 怎么能跟商场老将比呢 是吧 可是义轩 庞总监 这是你最了解了 实境能度过股价危机 靠的是你的建议 还有你的团队 不是我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 我相信把实境交给白总 是最好的选择 很抱歉事先没有跟大家商量 但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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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보세요 seized 我用全力干涉我 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懂吗 一雪 白伯伯不应该这么跟你说话 对不起了 不过呢 我想提醒你 我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呢 你我能共同地合作 好吗 共同去实现 我们彼此之间的愿望 好不好 进来 一雪 白总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 我来看一下我这新办公室 有问题吗 一雪 一雪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突然这样给白家伟不说 为什么连股权跟执行长的位置 都拱手让给白家 实际是雨昕的心血 是书家的财产 是书家的财产 房总监 我请你说话呢一定要客气一点 你知道吗 什么白家 书家 方雨萱现在是我们白家的儿媳妇 这是我们家那事啊 还拢不到你这个外人在这里支支点点的吗 好 易萱 我该说的都在股东会上说了 好了 接下来就听一听我这个 未来执行长的意见吧 这个 小雅 我觉得这里的装修和我的风格 不太搭配 明天找个设计师 把这里重新给我装修一下 好吗 是 等等 我让你走了吗 走吧 雨晓 现在我们谈一下发布会 要请什么人吧 我现在过得很好 你不用担心我的生活 但是我现在只想和你做朋友 而不是敌人 朋友之间不是可以互相帮助的吗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 我希望 以后我们的生活 没有任何交集 沐萱 我会永远离开你 但是一定要让你重新站在 在福州设计师的舞台上 这样 至少我走的时候 钱就给你少一些 齐哥 你还想念慕小妍吗 如果你还忘不了她 那就勇敢去追她吗 我现在根本就不敢靠近她 只要我接近她 她会变得更痛苦 那是她误会你跟媒体爆料 明明不是你 她死都不信 那我干脆叫她来这里 让你好好跟她说清楚 没有用的 现在没有救出背后那个人 我没有什么正确 我喜欢上我 一个人的旅程 有月光陪我 一个人的旅程 一个人能经历爱上我 一个人能经历爱上我 她一直承受着我的爱与恨 却从来没有冤过我 而我是怎么对她的呢 她一直承受的 当我知道她扮演艺霏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给她機會 让她跟我解释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艺霏就像天使一样 而站在我面前这个人 就像是魔鬼 所以这一切 都是我咎由自觉 所以你打算放弃对沐小言的感情吗 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她 但是我欣赏她的才华 我不会让她设计师的梦想就这样破空 我伤害她太多了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补差 喂 什么 七哥 白氏企业取得了实境的经营权 他们现在要庆祝了 律师表示 书与希曾立法律文件 在请无法亲自掌管公司时 其女可以全权管理公司 方一轩在闪婚之后 立即将实境过半的股份 过户给白氏企业 是白氏企业 直接掌管了实境的经营大权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轩不是已经答应你们 在书总裁回来之前 暂时掌管公司的吗 本来的确是这样 可是没几天 他整个变样了 白总好大喜功 对实境老员工当奴才使唤 所以我们都不明白 一轩为什么要对这样的人 唯命是从 方一轩不是这样的人啊 所以啊 差人看不透 苏和 你怎么了 你从小就跟你爸 在白家清清楚楚的 你倒是说说看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白伯伯对警方说了谎 现在又拿下实境 这两者会有什么关联啊 我不知道 小元 外界都说你见钱眼开 但我不信 我知道你是真心为实境好的 有时候 我倒真希望 你继续扮演一飞 那实境 也不用被易轩 拱手让给白氏企业了 小颖 苏和 其实我想了解更多 关于易轩的情况 可以告诉我吗 小颜 我就知道 你不会袖手旁观的 好 谢谢各位商店人士的大家光临 我白氏入住实境 我白某人既期待又不免光光啊 好 我期待的是 以白氏加上实境 一定能打造出全新的景象 我惶恐的是 以我个人的能力 是无法大展圈角的 所以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在今后的日子里 能够多多地帮忙 在这里我先谢谢大家 我先干为敬 大家共同举杯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大家一起举杯 谢谢各位 连总 感谢 感谢 连总 您能来我真的特别开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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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一杯 谢谢 好 好 谢谢啊 我先回工作室了 小伟 今天什么场儿 出的分寸 赤警长 您来了 您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 我真的没想到您能回来 赤警长 我知道 之前呢 你对我拜师呢 是有些误会的 不过我们今天拜师不同 我希望执行长以后 不要寄往前嫌 其实今天 我是为了石敬来的 虽然媒体认定我是爆料者 说我和石敬有心情 但是石敬毕竟是 依非母亲的心血 是啊 是孕育了依非成长的地方 所以石敬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执行长既然对石敬这么关心 那以后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合作 不瞒你说 我们白氏呢是以制造业起家的 对设计这块那是一窍不通 我希望以后你多多吃点吧 拜托你客气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可以为你推荐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是吗 好 您说 沐小言 沐小言 不过沐小言顶替亦菲的事 媒体要是知道了不太好啊 其实小言她顶替亦菲这个事情 完全是书与其的个人意识 如果把沐小言挖掘到石敬来 石敬不但多了一个人才 还可以增加媒体的不光与 对于石敬来说 是双影的局面 有道理 您说得太有道理了 这事就这么定 好 来 里面请 服务员 再给我一杯 服务员 衣萱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不要管我 让我再喝一杯啊 服务员 我偷偷偷 兑换个地方休息 你躺在这儿休息一下啊 怎么了 她为什么在这儿 我不要看到你 出去 这是工作室啊 苏赫在这儿工作 赶快把她带走 我不要看到她 还不出去 苏赫 一群喝多了 其实有点失控 我看 要不你先出去 来 放了这边 再坐一会儿 我去帮你倒杯水 没有了 我要一个人静一静 出去吧 那也就打我电话 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 你来这里干吗 你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直以为你会好好管理石进 没想到 你竟然会把石进的经营权 交给白家 身为书姨的女儿 输家的大小姐 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啊 你可不可以别开口闭口 白家输家的 我现在啊 就是白家的人 不让我公公接管石进 有什么不对啊 你只是嫁给家伟而已 没必要这样做 如果你绝对没有做错 那为什么要一个人喝闷酒 我是在庆祝啊 我很开心 我终于又可以回到那个 什么都不用管的日子 继续做我的千金大小姐 你是真心觉得这样很开心是不是 那么你告诉我 究竟为什么你会在结婚的前一天 特地到我家来跟我谈心呢 易轩你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跟家伟吵架了 我跟家伟没吵架 去民政局办手续那天 我都已经听到了 家伟留言跟你道歉 要是没吵架 你为什么不回他短信啊 因为他流化的对象 根本就不是我 如果事情不是很严重 你不至于连他短信都不回 更不会失魂落魄地来找我 可即便如此 你还是跟家伟结婚了 你告诉我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像这样子跟家伟在一起 你真的会幸福吗 我当然幸福啊 我只要随便耍一些小脾气 家伟就吓得要死 我们又没有什么事情 就像现在的我啊 只是想要测试他 到底对我有多重视 你看他吓个半死 一直在留言当中跟我道歉 我能不幸福吗 有一种爱注定 你做珍贵 像天使的眼泪 轻茶纯粹 就算我会狼狈 爱得卑微 到最后都远无悔 我会狼狈 说好想用手后 走到尽头 沿途一起路过 多少风情 可现在记忆中 那些感动 却化作 病人将我 我逃空 一瞬间爱不回 空气 充满烟 伤悲 追不回 爱无愧 呼吸从此 便颓废 谁的美 满天飞 谁在乎 谁错 谁对 天使美 你的美 只想留 出最后的 爱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